大家好,这里是思维密码,一个为你解锁智慧思维的频道。 杨将曾说,人虽然渺小,人生虽然短促,但是人能学,人能修身,人能自我完善。 人的可贵在人自身,人这一生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。 只有不断向前修炼自我,才能在人生这条道路上走得更稳,更远。 以下优化自己的几个方式,坚持做会带给你巨大的改变。 1. 作息变好 俗话说,一夜好睡,精神百倍,彻夜难睡,浑身疲惫。 好好睡觉,才能保持精力的充沛,规律作息,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。 睡好每一觉,过好每一天,就是对我们人生最大的负责。 作家梁石秋,每天早上天还没亮,就起床开始工作。 安静的环境,让他能够沉下心来,专心写作。 等到太阳升高,人群开始活跃,人生开始嘈杂时,他就已经完成了当天的工作。 规律的作息,高度的自律,让梁石秋每天都精神抖擞,心情愉悦,从而创作出无数经典作品,成为一代文学大家。 正如南淮景先生所说,能够控制早晨的人,方可控制人生。 想要保持规律的作息,和健康的生活,不妨从这三点做起。 一,晚饭不要太饱,晚餐吃太饱,会影响食物消化,不容易进入睡眠状态。 二,上床后不要玩手机,早点睡觉。 上床后玩手机会让大脑处在兴奋的状态,让人难以入睡。 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,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。 三,循序渐进。 习惯的改变,需要一个过程。 生物中的改变也是如此。 慢慢调整自己的入睡和起床时间,不要急于求成。 当你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,自然会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二,身体变强。 国外曾发表过一则著名研究期刊表明,人在中年时期的体力活动水平越高,老年时期的大脑损伤就越少,大脑也就越健康。 喜欢运动的人,大脑往往更有活力,体魄也会更加强健,整个人都会显得神采异议。 去年北京马拉松赛事上,有一位86岁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。 这位大爷叫张顺,是当时所有参赛人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选手。 退休之后,张大爷就开始接触跑步这项运动,至今已经跑了二十多场马拉松。 长期的锻炼,让他身体和精神状态都非常良好,看上去一点都不显老。 作家周琳说,时常运动的人,体内生态系统像是一汪清泉,干净成澈,不带一丝浊气。 运动一两天可能看不出来效果,但坚持运动半年,一年,你会发现自己的小肚子不见了,皮肤也越来越好,整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会发生改变。 运动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 一,每天吃完晚饭,出门散会部,放空自己,舒展一下身体,不仅有利于愉悦心情,对晚上早点进入睡眠状态,也有一定的帮助。 二,叫上自己的家人或者好友一起运动,有了亲友的陪伴,运动的时候会更有动力,人多了也能起到互相督促,互相鼓励的作用。 三,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爱好,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。 上了年龄的人,可以选择一些强度比较低的项目,比如太极,瑜伽,八段井等等。 人生下半场,坚持运动,认真生活,拥抱每一个美好的日子。 三,格局变大。 哲学家罗素曾说,须知人生的参差百态,乃是幸福的本源。 世界这么大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念,很多时候并没有好坏对错之分。 开阔心胸,放大格局,看到彼此间的差异,尊重他人的选择,是与人相处最基本的规则。 胡适和陈独秀,是当时文化领域的两个代表人物,也是关系,要好的朋友。 然而,两人在性格和思想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。 胡适温润如玉,陈独秀直接爽快。 胡适在思想上,信奉改良主义,陈独秀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。 虽然,两人主张不同,甚至有时会争论不休,但他们却从不会诋毁对方,而是尊重对方的想法,互相欣赏。 胡适生活中遇到问题,陈独秀必然会帮忙出主意,为他分忧。 陈独秀后来遭遇意外时,胡适也会想尽办法,为他奔波,助他脱困。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知己好友,就是因为做到了包容彼此,求同存异。 中年以后,渐渐懂得,人与人之间,唯有放大格局,尊重差异,才能长久共处。 一,包容不同的意见,同一件事情,不同的人看法也会不一样,允许他人发表意见,尊重他人的观点,是做人的一种修养。 二,学会理解,宽容待人,为人处事,要给别人留有余地,做人不斤斤计较,才会得到更多。 三,提升自我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增长自己的见识,开阔自己的视野,格局变大了,心胸自然也就开阔了。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,也不会有完全一样的人。 学会包容,尊重差异,就是为人处事最顶级的智慧。 四,赞美变多。 有位哲学家说,人性中最恳切的期盼,便是渴求旁人的赞许。 每个人内心的深处,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,收到别人的称赞。 真正聪明的人,都善于发现他人的优点,赞美他人。 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电视节目,小田是一个性格内向,相貌平平的年轻女孩。 因为别人的嘲笑,她长期戴着口罩,哪怕和人说话交流,也经常低着头,不敢与人直视。 在节目里,导演特意安排了一位老师来教他外语。 在50天的学习过程中,老师一直以欣赏的眼光看待他,想尽各种办法夸他。 比如,你的眼睛和你很大,你的笑容很好看。 你摘下口罩后,更可爱了。 你的白色裙子特别漂亮。 50天之后,女孩的形象发生了惊人的变化。 她不再躲避他人的目光,慢慢摘下了口罩,开始变得爱笑起来。 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。 夸奖和赞美,能够让人重新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,变得自信。 有时候,一句赞美,一句鼓励,也许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 懂得赞美他人,才会得到他人的赞美。 学会欣赞他人,不妨看看这三点。 一,善于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。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闪光的地方,要懂得用心观察。 二,真诚是最简单有效的手段。 发自内心的赞美与认同,在肯定对方的同时,也能拉近彼此的距离。 三,夸人时,需要抓住细节,具体一些。 比如,你朋友文采特别好,喜欢在朋友圈发表文章,就可以夸他具体哪篇文章写得好。 哪段话特别有哲理,而不只是空泛地说你真有才华。 与人相处时,多赞美,少贬低,多肯定,少怀疑。 请记得,赠人玫瑰之手,金酒游有余香。 五,心态变文。 狄更斯说,一个健全的心态,比一百种智慧更有力量。 人生在世,拥有平和的心态,才能保持稳定的情绪,活得轻松自在。 前段时间,不老女神赵雅之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近照。 引得网友一片赞叹,太漂亮了,完全看不出来是快七十岁的人。 在赵雅之身上,丝毫看不到岁月流逝的痕迹。 哪怕已经年近古兮,她依然有着精致的面容和饱满的精神,看上去活力满满。 在谈到自己保持年轻的秘诀时,她说,在我看来,美丽就是一种平和、自然的心态。 哪怕你不是天生励志,但只要拥有乐观、健康的心理,也会很好看。 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,才能从容面对人生起伏,坦然接受一切无常。 一,经常微笑,不论是对别人,还是对自己,微笑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灵丹妙药。 二,学会看开,对自己好点,听从内心的声音,做喜欢的事,和喜欢的人在一起。 三,和家人多沟通,和朋友多联系,多分享美好的事物。 健康的人际关系,是治愈一切的良药。 人活一世,开心也是一天,不开心也是一天。 保持一份好心态,生活自然充满快乐与惊喜。 六,贪比变少。 在南美洲原始森林,有一种小鸟叫翠波鸟。 这种鸟体长只有几厘米,建造的巢穴却很大,往往是自己身体的好几倍,甚至十几倍。 原来,当只有一只翠波鸟时,它在建好能容下自己身体的巢穴之后就会停止。 但是当有两只翠波鸟一起建巢时,它们就会互相攀比,疯狂扩建自己的巢穴。 最后,两只鸟都会耗尽力气,累死在巢穴里。 生活中的许多问题,其实都源自盲目的攀比。 和比你幸福的人比较,会让人觉得心里失衡,不知满足。 和比你不幸的人比较,会让人容易产生优越感,迷失自我。 专注于自身的节奏,人生的美好才会不期而遇。 一,认清自我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,不高看他人,也不看清自己,做好自己事,过好自己的日子。 二,保持理性,不虚荣,不贪婪,不要被内心的欲望绑架,盲目追求物质,忘记自己的初心。 三,珍惜当下,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,好好爱家人,爱朋友,爱大自然,感受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 做人,不必仰视他人,自己意识最美的风景。 莫言,在《生死疲劳》中说,事事犹如书籍,一页页被翻过去。 要向前看,少翻旧账。 人生也是如此,过去的事情,就不要再提。 把握好当下,不断改进自己,才能让生命,重新焕发精彩。 稳定自己的心态,提升自己的格局,学会赞美他人,不盲目攀比,保持规律的作息,坚持运动,人生下半场一定会越过越好。 愿你我都能持续优化自己,把生活过成理想中的样子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感谢观看